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一開始在學的時候 跟你們一樣 就是你會覺得這個手勢到底要怎麼玩手機啊 我一開始也覺得很卡 可是用這個用雙子再接跳扣真的好順喔 而且雙子跳扣失誤率超低的 然後我就是因為猴子的關係 後來我就開始用雙子 然後後來呢 到了木生衣這角色出來之後 我先練的三隻角色就是 老劉老侯 在前面的比賽打完之後 後來慢慢用無課的方式去養老木生衣 這樣 我長時間玩不會抽金 我很習慣了 我很習慣了 所以不會 然後後來是 老木生衣 然後這個老木生衣 就是 也是 我就發現其實帝王操啊 加那個什麼 我晃倒人之後接第三 其實都非常好處理的 我先教一遍 一遍 沒有 沒有我跟你講 習慣大概 幾個禮拜就習慣了 可是一開始真的會覺得很卡 而且你的食指啊 不是用指母的地方去壓 因為一般我們壓螢幕 都是用大拇指的指母的地方去壓 對不對 食指你要用手指的指側 就是 側邊的地方去按 你這樣才不會有違反人體工學的部分 我是覺得喔 如果你的手比較大的人 很難像我這樣子玩 手太小 你們看我在做地超什麼的 我都是這樣子按的啊 就是我的地超很快 為什麼 因為我雙指就是啪啪 我就是兩隻這樣連按 可是 你單指再怎麼快 你從上面帝王意識再拉下來 你一定 你速度一定不會有我快的 一定不會有我快的 就是怎麼樣你都會比我慢 所以按鍵的位置你有跟動嗎 還好沒有 是 手大 手太大的話 雙指 你手機會沒有辦法 那麼好搓 因為你會覺得手機很小 老木大絕很容易忍不住按下去 還好耶 還好 我覺得還好 那是習慣跟手鍊的問題 老天又帶紙套 不是因為那個 他們都是單指玩家 很少人像我這樣子用雙指在玩的 我可以這個很明確的告訴你 非常少人像我這樣子在玩手機 是 我是已經玩到很習慣了 而且我這樣子已經不是一個月兩個月式 我已經是兩年都是這個姿勢了吧 30秒可以沒分到 好險安安喔 一直講雙指 我會想要同德級 為什麼 上刀 很小這樣沒被貓 很小這樣沒被貓 阿寶 阿寶猴子雙指好像跳扣 靠腰我就學阿寶的 我就說阿寶是我師父喔 他沒有正面教過我 但我的雙指跟我猴子那些跳扣 就是看他的影片學習的 他沒有直接教過我這件事情 但我是這樣學的沒錯 我一開始玩不是這樣 我一開始也是單子 但是我是因為練老猴的跳扣 我才覺得 喔 你不要離開啦 幹 你們就踩這個就好了 阿寶是PU那個阿寶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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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人類總要錯 港澳賽區一個蠻有名的選手 我幹他不沒頭 他死 各種給補了 阿 阿 靠腰啦 沒開到 沒開到 告訴你的 阿寶 為什麼不去投三分 他就搜不到你 很好 是人類總要錯那個阿寶 你們現在上網還是可以看得到他的視頻 要講視頻嗎 你現在上網搜尋阿寶雙指跳扣 還是有他的影片 我就是看那部影片學的 我只看那部而已 沒錯你現在搜尋還是可以有他的影片 就去吃他有什麼問題 對美他就是要跟你猜一拳 他又不是那個 蛤?! 這個還可以打鐵阿 哇操 他有人拿ipad打超臉 坦白說我是真的沒看到starboy拿ipad打超臉 這關也真的很醜阿 真的很醜 這關也很醜 肉爛的那一種 幹這山景就是那種 最原始的山景 就是轉身頭的那種 那個木聲音防守稍微好一點 他一定被蓋爛 這山景真的是很純樸的那種 完全沒技術 我覺得不是天煞 天煞的技巧比較好很多 就是這個人一定不是天煞 這山景就是那種完全不會玩的玩家 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 你知道山景的轉身跳投是非常好貌的嗎 就是很多人都會跳那個轉身跳投的第一拍 這山景完全都打那個東西 正常來說阿 只要是一個 只要是一個 那個會玩的 早就那個 早就蓋爛了 阿你們會不會很好奇我籃板怎麼那麼多 我帶籃板套阿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離開啦 我帶籃板套阿 我帶籃板套阿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離開啦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離開啦 哇操 沒有我以前60帧就在雙直了 跟那個120幀沒有關係 所以我去錄灌籃高手Play1的時候 我的適應手機能力比很多選手都強 因為我就是出 我剛玩這個遊戲就一直都是手搓的狀態 就是我不是因為 我不是為了打比賽還是什麼的 才轉那個 才從模擬器轉 沒有我玩這個 我玩灌籃高手Sland Down這款手遊 最早就是從手搓開始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季上去的時候 我第一季很多人都說手機很卡 可是我木生1 我地鈔什麼的我都還是接的很順 那個東西就是因為 我本來就是一個手搓玩家 就算你給我一個新手機 我可能只需要適應一下下 我就可以適應的很好了 幹又是這個 東許治安 我就說他一定不是那個 我覺得那個誰啊 那個天煞的老三井技巧比較好很多 這個也是專門玩射手的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以及直播囉